完整6点02分 回到新闻现场 我们先来看一个尴尬的话题 这是每个人都有的共同经验 那就是尿疾 不过特别在这个都会区 好像现在问题不大 因为大街小巷 到处都会有一些便利超商 或是有些公共场所会提供厕所 但是这个角落 它还是发生了严重的问题 这里是台北市北投的一个高级社区 两个男的正在打架 打得难分难解 最后好不容易打了三分多钟 才有路人上前制止 随后警方也来了 一调查之下令人傻眼 为什么打架呢 原来有一名小黄问奖 在这里随地小便 就被当地的住户看到之后 劝他 但是没想到这名问奖 当场恼羞成怒 拿出了高尔夫球杆 把这名住户手打断了 高级社区外 两名男子从大马路 打到人行道上 他们扭打成一团 相互出拳 勾手甚至过肩摔 其中一人还拿着武器 高尔夫球杆 你看他在棍打我 拿那个高尔夫球杆打 冲突越演越烈 路人根本不敢制止 严真正在一旁看着 终于一名骑士 见义有为 他帮我把他拉开 费了好大一番力 终于把两人给架开 高级社区外 上演格斗擂台 拿高尔夫球杆的 是名小黄问奖 被打到手断掉的 则是社区住户 拿了那个高尔夫球杆出来 然后我看到他高尔夫球杆 就是我用左台推 然后用挡他 结果我现在我的手指就断掉了 挨打后 男子的手还没痊愈 他住在台北市北投光明路的 一处高级社区 7月12号这天 为何当街打架 竟然是因为对方乱小便 当时被害人就在这边看到 司机怎么随便小便 劝阻了几句 没有想到司机气到 拿高尔夫球杆 一路来追打 两个人就在走廊上 发生争执 可能是憋了太久 温奖把车一停 立刻下车便逆 住户看到很生气 问他要小便怎么不去厕所 没想到就是这句话 引爆双方肢体冲突 我后来说你又围停 就在那边随地大小便 我要轮到所有拿那个 双方器要拍起来 拍他的事 他当场就那个暴怒 双方打了三分多钟的架 辖区警方总算赶到 事后两人互搞伤害 只是问奖恐怕没想到 贪图方便 随地小便 竟酿成一出街头格斗闹剧 记者张俊慧 李湘怡 潘嘉义 陈玄 台北报道 好 尿急确实不好受 但是也不能像这样随地小便 但是对于当地的住户来讲 非常的困扰 因为这个问奖小便的地方 正是当地 其实还算是蛮有名的尿尿小巷 为什么 因为住户说这边比较隐秘一点 虽然他在一个繁华的都会区 但是很多人到这里来 要不然就是随地解放 要不然就是丢垃圾 虽然说是剑怪似乎不怪 但住户非常的困扰 装了监视器也遭破坏 他在繁华地段 但是主要是因为 只有一个建筑的住户进出 天色暗之后不容易被发现 所以很多问奖一集起来 就地解放 让当地的民众非常困扰 干着住户脚步走进窄巷 地面铝箔包 宝特瓶垃圾丢满地 一楼住户挂出 禁止乱丢垃圾字样 但嚇阻不了的 还有来小姐的人 引起打架事件的这条内籍小巷 另外一头就算有农会作证 墙面上还是贴出 不要在这里乱尿尿的字样 甚至旁边就是高级社区 内籍的民众们不顾他人眼光 就是要上 这条经常被人方便的小巷弄 其实在里头 只有一栋建筑物的住户 会从这里进出 再加上里头没有监视器 暗巷才会让不少人来这里解放 地点就在台北市北投区 光明路这条小巷 住户进出很少 里头路灯只有一只 也没有监视器 暗某某有不少人在这里解放 但其实这条内地小巷 周遭包括北投捷运站 五分钟内就到北投分局 还有北投市场 北投国小 邻近也有超商 厕所 周遭社区平均每平59.1万 完全是个繁华地盾 家门口被当厕所 住户早就不堪其扰 甚至爆发肢体冲突 恐怕只能加装监视器 路灯才能还给住户 干净家园 记者正人 从王一竹台北采访报道 好 跟尿急一样急 薪水拿不到够急的吧 在台中有一家老字号 一新牛排馆 很多员工出来爆料 说从三月份开始 老板就常常拖欠薪水 有时候跟他讲 他就随便塞个5000一万 六月份的薪水完全没给 员工说每次跟老板讲薪水 都像是在乞讨一样受到收入 但是店家说不是那么回事 受到疫情的影响 薪水分批给 但是都有补齐 同时店家越讲越气 公布了监视器反控 说有三名前员工 上个月到店里面 总共偷走了十几箱的食材 目前已经报案 业者强调总共发明员工 集体在上个月底离职 食材糟窃导致店家营业开天窗 两派人骂在警局门口 抄得不可开交 发生什么事 业者和员工为了窃案 和集欠薪资闹上警局 员工爆料业者延迟发薪 而且连续好几个月 5000块或给你个1万块 然后就这样子 就是等于说打发掉了 做给5000 那其他都没走落 出事了LINE对话 员工询问今天有要发薪水吗 丢出贴图说自己已经破产 口袋空空 4到6月间多次询问 何时发薪 洪先生指控一新牛排馆 从3月起拖欠薪水 甚至6月薪资 有8个人没拿到 零零总总加起来 近25万元 不知如此 员工公布录音档 不满店家指控偷窃 现在你们还要赔我多少钱 还不知道 还要跟我要薪水 老字后一新牛排馆 位于台中市中华路上 主打评价牛排 但业者反控 上个月22号下午 有三名员工 偷窃店内肉品鸡蛋等食材 前后搬了十几箱 已经对员工提告 但对此劳工局指出 薪资延迟发放 涉嫌违法 店家指出 当初因为疫情 薪资分批给 最后都有补期 但如今劳工局介入协调 知名牛排店 因为薪资和欠案 劳资双方各说各话 记者连家庆 詹景成 王柏英台中采访报道 讲到薪水 确实是我们台湾劳工 心中的一个痛 因为台湾的低薪困境 始终没有办法有效解决 但是劳动部 发布了一个最新数字 看起来有成长 2019年去年的大学毕业生 平均起薪 爬到了29336元 这个数字 比起前一年成长了1.69% 也就是说 这是第九年的成长 看起来是一个不错的成绩单 但为什么应届的毕业生 实际询问之后 大家个个都无感呢 答案可能让大家跌破眼镜 因为薪水在台湾 也有强大的城乡差距 你好 这是我的履历 根据劳动部统计 2019年大学 新鲜人的起薪 有到29336块钱 比起以往提高了1.69% 但引起不少人注意 也有人说 其实中南北部的薪资两样勤 包养品公司 起薪开价是2万宝 行政类的工作 月薪的话有2万3千8的跟2万6的 台中大学新鲜人普遍文职工作 薪资都落在2万3千元到2万8千元之间 甚至还没有控除老健保杂费 根本不到2万9千元 以平均2万6千元来算 房租7千元 水电费700元 生活费1万元 还有交通娱乐费 控除下来一个月薪水只剩下4千4百元 劳动部统计2000年起薪大约2万8千016元 接着2014年倒退到2万7千元 2016年才又涨到2万8千元 2019年才继续成长 来到2万9千336元 较前年增加了487元 实际询问应届毕业生 只有北部薪资才有在平均之上 大学毕业生起薪大不同 其中除了地区性 每个行业行情也不同 工科金融及保险业 薪资上涨3万元 住宿餐饮业可能只有2万7千元 行政类型2万6千元 依然低于平均起薪 好 是薪水看起来好多年没有涨 但问题是支出是越来越多了 像嘉义这位妈妈在脸书上就po文 她说她开车到学校接小孩放学 但是遭到检举达人 检举她并排停车 po这个文章本来可能是想要讨拍 但是网友一片踏乏之声 那你干嘛违规呢 确实违规本来就不应该 而这个学校是嘉义的协同中学 在当地的朋友名声 出了很多大明星 像李亚明 像张信哲等等 今天重回现场发现 确实有很多家长一起 现场不是这个围停红线 要不然就是停在这个黄线的网线上 可以说是违规比比皆是 放学时间还没到 已经有不少家长开车卡位 准备接小孩 但有一位家长因为接小孩下课 遭到检举 白色休旅车被拍下 停在马路上违规并排停车 家长把照片PO上网 希望检举达人高抬贵手 毕竟钱不好赚 想要讨拍但被网友打脸 并排本来就是错的 在小孩不代表可以违规 又有人说学校应该规划 接送区 刚好拍那个他截取的话 那是我没有弄出方向灯 这所学校就是嘉义的协同中学 在当地评价相当不错 也是李亚明和张信哲母校 但家长接小孩为了一时方便 停车超越白线阵道 还有人围停红线 甚至围停在禁止停车的黄色网中线 高雄的大华国小也有类似情况 接小孩的车在侧门停整排 原本双线道变成单线道 大门则是并排停车 而安清班的校车 虽然稍微停了远一点 但占用马路一大半 各种交通乱象 让为了闪车的学生 暴露在危险中 这家一高雄 综合报道 好 讲到孩子念书的问题 一人侯昌明还有曾亚兰的大女儿 在去年到美国加州念高中 但大家知道 现在加州的疫情超严重 他5月份回到台湾之后 侯昌明夫妇非常的紧张 想来想去 觉得美国太不安全了 决定让宝贝女儿暂时休学一年 但是美国的规定也很严格 如果学生离境超过了3到5个月 又没有参加视讯课程的话 那么他的美国签证就会被取消 不过对此侯昌明倒是很豁达 他认为世界上很多学校不见得 只要读这一间 但确实受到疫情影响 在台湾有很多家长跟学生 有类似的困扰 带着老婆女儿一起上节目 艺人侯昌明大谈爸爸金 他说爸 我再怎么戴口罩 吃饭的时候坐在餐桌 我也不能戴着口罩吃饭 祭祝爸爸生日 照常请朋友来家里开趴 原来艺人侯昌明 跟曾雅兰的大女儿侯赛磊 今年16岁 为了学服装设计 到美国加州西方基督教高中就读 一年花费约200万台币 碰上美国疫情肆虐 女儿却一度坚持 要在美国念书 让他们夫妻超担心 其实美国有规定 一旦学生离近三到五个月 又没上视讯课程 签证就会失效 必须重新申请 否则无法入境 侯赛磊休学整整一年 想回去念书没这么容易 美国不发签证 但是是全世界都如此吗 如果不是 那我们为何一定要死守这个学校 签证其实他现在都非常的简化了 那你就会知道 结果你那么再取得你的签证 代办专家说 美国对留学生政策一变再变 但之前传出巨发签证一事 已经被法院驳回 家长不用太担心 不过对于侯昌明夫妻来说 学校没了可以再申请 女儿健康平安才是最重要的事 记得林伟洋 想于台北采访报道 好 再看很多民众喜欢去 这个美食卖场Costco 好事多去买东西 特别是这里的牛肉 被认为CP值很高 品质也还不错 但是最近有不少的民众 都PO文抱怨 他说买回来的牛肉 你看到同样一盒 但是上面跟下面的 实在是差很大 比方说上面看起来很大片 油花很漂亮 但是上面一拨开之后 下面有很多碎肉 而且还都是肥肉 看到这里大家有受骗的感觉 来自美食卖场的牛小牌 秘密都是同一盘 上层的肉片 油花呈现蜘蛛网状 油脂跟瘦肉分布均匀 但下层的牛小牌 几乎都是肥油 消费者看了简直气炸了 但网络上好事多的肉品 抱怨文还不止这篇 购买牛肋条的网友 回家煮完上层的牛肋条 结果发现下层全剩肥肉 怒批是要买回家编牛油吗 卖场员工坚称 从以前到现在品质没有变过 但还是有网友分享 买了菲力牛排回家 掀开保鲜膜 发现被标签遮起来的地方 装满碎肉 观感很差 网友笑称 这是一贴遮三丑的概念 也有人说 看了真的有受骗的感觉 实际当卖场直击 一部分菲力牛排 还真的有用标签 遮住碎肉的情况 碎碎的东西就是不好看 可能就会放在底部 我想应该常常会有这种事情 对此好事多回应 绝对不是故意要让消费者观感不佳 会加强肉品部员工 进行肉品分装时 视觉上多注意 对肉类品质会严格把关 虽然卖场主打可以退货 但买到满满油花的肉品 真的会让消费者很火大 接下来 彭志华 来曼妮 台北报道 好 没有错 我们台湾民众对于品质 非常的讲究 还不只是对牛肉而已 对手机的讯号品质 也很重要 台北市这位男子指控 他说上个月 他喜马到了中华电信 办4G吃到饱 刚开始挺不错的 但是没想到过几天之后 网速变得超慢超卡 有的时候连打个电话都没有收讯 但他客诉之后 中华电信解释 说是因为附近民众抗议 所以基地台拆掉了 他如果不满要节约的话 还得要付违约金 他非常不能接受 打开手游点选模式 游戏都还没开始 就出现三次网路不稳定的字样 直到第四次才成功进入游戏 张先生说 自从6月3号西马到中华电信 手机网路就卡到不行 一开始都顺顺的 上礼拜的时候 突然就是在玩游戏的时候 就突然卡 用手机接到网路上 在家里做办公的时候 网页设计的时候 就是一直存不了网 家住在台北市北投区的张先生 越讲越无奈 因为他实际拿APP来测网速 7月4号下载网速 还有到44Mbps 但之后网速就十块十卖 甚至一度降到2.59Mbps 客服又打电话给我 是附近的居民抗议 把基地台给拆除 就提出说 我是不是可以转门号 中华电信就说 这样的话 我自己要承担违约金 然后我购买的手机 还要被收回去 张先生指扣明明签的合约 就是4G网路吃到饱 但有时没讯号 有时被降速了 对此中华电信说 都交由公司客速处理 不会回应 但到底为何网速十块十满 基地台两边交接的附近的话 那他有可能就会收到讯号 或没有收到讯号 有可能他在的那个基地台 太多人在用 你就会觉得他的网路的速度 就会被消解 新马办上网吃到饱 就是想要玩手游 看影片顺畅 却发生这种状况 中华电信只给了加装强拨器 或是民众自负违约金 换电信的选择 让张先生真的难以接受 记者彭奕德 李渝涵 林恩如 台北采访报道 首次的讯号要顺畅 那么交通的出入口 当然也要顺畅 在新北市永和的永恒路 有这么一块三角形的空地 它被三栋大楼所包围 那么地主虽然免费开放 让住户停车 但是在消防通道口的 这个一楼住户 却被控诉长期成为路坝 大家怎么劝都没有用 因为他在自己的私人土地上 放了婴儿车 放了石头 就是不要让大家进出 而这名住户还是当地的领长 多次爆发了口角冲突 这次还上演了不可思议的 丢尿布大战 住户人无可忍 决定不再忍了控诉 我的领长竟然是恶霸 双方撕破脸 准备要对捕公堂 一名富人手拎着尿布扔到货车上 驾驶看傻眼赶紧从车里冲出来 再把尿布丢回去 但对方不罢休又砸了过来 来来回回好几次上演丢尿布大战 原来撕破脸的是楼上四楼 住户跟一楼的领长 双方为了公有停车场 领长路坝挡路闹翻 甚至有住户无视警察 直接拿起桌子用力摔地上 要把土地围起来 我要插下去 你给我插着 这地围是你的吗 地围是你的吗 我就觉得非常阿霸 我们告诉他 他告诉他说 这东西就是不能放 他就不能放 他硬要说这是他的私人地 其实根本不是他的私人地 领长还是顽固不宁 开始施舍 10吨 这个高达2、30公斤的10吨 还有花卜都是他的 住户和领长的纷争已经长达好几年 地点就在新北市永和永恒路 这处被三栋大楼包围三角形的停车场进出问题 去年领长设置栅栏还一度挡住救护车 差点爆发冲突 没想到今年又放上婴儿车和喷漆 让不少住户无法通行 多次闹上新闻 警方甚至设立陆霸专案还是无法解决 私人土地卡在公用通道上 公权力介入也没用 敦青木林的社区长期闹不合 领长在汉住户撕破脸 恐怕要走上法律途径对付公堂 记者阿姑娘 麦林玉君新北报道 好 你今天有像这样不愉快或是不如意吗 我们来看看这个全台湾最疗愈 她就是猫熊 原载的妹妹 到现在为止出生 快满半个月了 那么可以说是个头好壮壮 那么体重已经是刚出生的两倍 各方面的成长都非常好 你看到著名的这个黑眼圈 还有耳朵 到小背心的这个色斑的特征 越来越明显 虽然每天睡到自然形 但她的黑眼圈现在越来越扩大 颜色慢慢在加深 可以说是越来越有猫熊样 闭着眼睛 张着小爪子生懒腰 模样超可爱 猫熊一样的妹妹出生已经半个月了 身上黑白相间的小细毛 已经很明显 本来可以看到她皮肤上是 都是粉红色的 可是某些部位会开始变成 转成有一点黑色的 那同时毛发也开始变得比较长 变得比较Q 这笔刚出生身上毛色并不明显 原仔妹全身粉红色 眼睛都还装不开 就急着想要赶快喝奶 模样的超萌 出生11天后 两体重时展现健康活力 如今出生半个月体型变大 眼眶的黑眼圈也越来越明显 目前最近的一个体重已经达到565.6公克 那据我的了解 她昨天一整天喝奶的量达到131公克 原方表示原仔妹的成长状态很稳定 比出生时重约两倍左右 身上的毛也开始长长 会变得比较怕热 只会用被子盖住上半身 让她露出小屁股和脚在外头 或者是让她直接趴在平平安安上 才会睡得更香甜安稳 原仔妹名字到底要叫什么 动物园表示会依照二宝的个性和外表 在满月的时候来推动命名活动 从刚出生到现在满半个月 原方曝光她的成长日记 吸引不少粉丝关注 记者陈江的万山台美报道 好 接下来这个军事迷 非常的关注 这是年度的汉光36号演习 今天是正式开展了 在台湾的东部花林 还有台东机场的一大早 非常的热闹 当地的民众感受最深 因为一大清晨的各式各样的战机 从空中呼啸而过 而这次演习打头阵的是空军 模拟西部机场遭到了导弹攻击 立刻启动了战力保存 来看今天的精彩画面 高清画质超近距离直击 F16后勤维修补保 汉光演习首日 国防部公布战力保存科目 各地珍贵画面 各式机首你可以再靠近一点 共军进犯西部空军全台大转场 从嘉义基地F16台中清泉岗C13栋 屏东机场P3C飞往花莲台东 制航基地进行战力保存 国防部加码曝光六架 清泉岗幻象两间起飞率兆 除了360度全摄影 特别是还加挂了三个副油舱 增加飞行距离 而在海上同样也没闲着 镜头转到苏澳军港 一早出动扫雷舰探测近海 同时用摩斯密码进行沟通 四位基隆舰进港战力保护 海军也不遑多让公布珍贵画面 鉴于突击舰抢滩任务取消 全数改采AAV拐两栖突击车 震撼登陆 海军舰址不公布151续海军舰 内部出击画面 从下水抢滩到晋级完整揭露 今年创举不嫌多 在台中成功里 后备军人一早抵达影区报道 这也是汉光演习首次验证后备战力 而在15号台东外海 金融旗潜舰也将首度试射 NK48重型一雷 另外重头戏将落在16号甲南海滩 反登陆演练 届时总统蔡英文也将清零现场制导 谢台北总的报道 好 刚刚新闻中你看得很清楚 在今天的进行主要模拟的是战力保存 也就是说当我们西部的机场模拟 被敌军侵袭之后 我们要转场前往东部 来进行所谓的战力保存 这也很多军事迷很内行 一谈到战力保存 立刻前往了花莲嘉山基地 因为这里就是战力保存的重点地方 但是在这里没想到怎么搞的 嘉山基地等啊等 竟然等不到飞机 后来才发现原来不是嘉山基地 全部转到了旁边的花莲基地 而这是我们台湾20年来第一次 汉光演习 嘉山基地竟然没有飞机起降 大家议论纷纷了 这个情况太不寻常 到底为什么 继续是我们的报道 最大堡垒 可停放超过200架飞机的 重要空军基地 军事民已等了一上午 却没看到半台飞机起降 除了C13栋 P3C还包括IDF 幻象2000 F16等主力战机 全数都改为靠海的花莲基地降落 随后再透过连通道滑行的方式 转往嘉山洞库停放 而官方公布了这段经典画面 20年来首度未从嘉山基地起降 对此不少军事迷议论纷纷 推测是否与日间传闻 汉光36号演习 想定东部机场遭共军重创有关 但对此空军否认 强调是因为机场跑道正休中 才改由花莲降落 但专家却有不同解读 现场画面来看 嘉山跑道并无太大异样 究竟是真正休海事安全考量 空军强调一切战力保存想定 都按原计划将不受影响 这个台北众报道 好 军事新闻之外 我们再来看政治新闻 在我后方两位政治明星 郑文灿侯友宜 大家再熟悉不过了 是蓝绿营的两个人气王 我们先来讲侯友宜 最近为了要预算 频频出奇招 上周六大家看到了 他拦叫苏贞昌 然后隔天又合体绿营的人气王 郑文灿 那么侯友宜当场亏郑文灿 说你好厉害 这个争取预算很强 连苏院长对他百依百顺 然后侯友宜又算账给大家看 他说你看看我们新北市好可怜 人均预算才4.4万 这六都最低 没想到郑文灿不是省油的灯 他也算一笔账 要给侯友宜看 他说我们也没有好很多 桃圆市的预算总量 这也是六都的最低 大家都找一个数字来支撑自己 当然这两个人 不管怎么讲 大家在乎的是2024年 也有可能 他们两个人正面对决 所以这两天一举一动都充满了浓浓的政治委 我们该观察些哪些面向呢 来看我们的报道 被视为蓝绿两党2024的大热门 新北市长侯友宜 桃圆市长郑文灿 人间手牵手 转身就出招 郑市长争取预算很厉害 而且现在市院长对你都是百依百胜 很厉害 侯友宜抓准时机就是一阵猛亏 有执政党在中央澳元 桃圆获得行政院关爱验身 这碗菜也不是省油的灯 直接正面接招 新北市的这个统筹分配税 跟一般补助款 是六都里面人均值最少的 那桃圆的话是分配最少的 桃圆输给台南还88亿 巧妙接球角力藏在数字里 看看2020统筹税款加补助款 六都里面台北市524亿最多 新北404亿排第三 桃圆263亿在六都垫底 不过摊成人均预算 桃圆人还是比新北人多一万元 各职基准点蓝绿星星对战 都要跟中央争预算 但想要直达天庭沟通 还是要当面最有效率 受到疫情影响 行政院会改成视讯召开 但欠缺直接沟通关键 中央地方也难敲拢 如今任期关键倒数 不管蓝还是绿都要拼建设 拼成机 手上的Coco 预算当然也不能少 记者华明君 程文远SN小组新北采访报道 好 再来看这个很奇怪 装个红绿灯 也会扯出双北角力战 有这么严重吗 这里是新北市的白马山庄 那么它是在新北市 但问题这个社区的 唯一连外道路 却是在台北市境内 而这个路口车流量很大 车速又很快 确实很危险 很多老人家过马路差点被撞 所以当地的居民很希望 是不是能够放一个 这个暗压式的红绿灯 这个想法听起来不错 为什么不装呢 新北市的里长说 我们新北市的里长都赞成 但是台北市的里长反对 为什么 来看我们的报道 公车汽车胡哨而过 老太太想过马路 左看右看 好不容易过一半 马上又来一台机车 对新北这处社区的居民来说 还是心惊惊惊 也担心影响房价 车子都过来了 我紧张的钥匙 点点爬爬的就爬到对面 这四家车开得好快 尤其这处社区 约600位居民 大多于老人家为主 但社区路口 尖峰时段一扫石 108辆公车 民众判设按压去红绿灯 尴尬的是位在细致的社区 唯一对外通道衔接康乐街 但康乐街就在台北市境内 享受红绿灯 给过台北市这关 也让新北市里长 和北市里长闹得不愉快 小小的一个 很卑微的一个要求 台北市当地里长的一些 不莫名的原因的反对 我希望就整个康乐街的主线 五处有斑马线 没有按压是红绿灯的地方 是做整体的评估 而不是就单一的一个结论 透过我们新北市的交通局 去跟台北市的交通局 做一个协调 未来我们还要再努力 还要透过两边的机制 再去跟他们协调沟通 北市里长吉喊冤 强调绝没反对 但要求一切要专业评估 北市交通局也依设置 交通号制相关规定 经过时段 主干道车流量要达700PCU 不过根据 北市交通局评估结果 早上7点到9点 中二街康乐街口 主干道车流量 虽750PCU有达标 但知道仅63PCU 评估占无设置需求 数据未达标准 但看到路上车 一辆比一辆快速 新北市交通局表示 将和北市再沟通 只派给老人家安全 过马路的环境 见黄家伟李一璇 新北台北报道 如果住家旁边 这个马路非常不安全 当然也可能会影响房价 影响房价的 当然还有路名街名很重要 像台北市的福德街的居民 就希望我们可不可以改名 叫信义路六段 一下子变成了烫金门牌 这两条街都是在同一条直线上 但是每平的房价 最多差15万元以上 但是住户们两度连数都失败 那么这些人为什么要反对 因为他们觉得福德街 想到福德镇神 没什么不好 很吉利 在我右手边这条路 叫做信义路六段 旁边就是捷运向山站了 不过同一条马路 只要通过这个路口 这边又叫做福德街 现在很多福德街的居民 就在联署 希望可以改名为信义路六段 延伸过来的话 大家就觉得很好找 不会说因为会接一个福德街 人家觉得很纳闷 那是什么地方 我们以后行政中心 还有那个社福中心都要移过来 当然在理所当然在信义路上 比较容易那个了 福德街居民又要酝酿改名 因为福德街跟信义路就在同一条直线上 上头还有捷运信义线 包括台北101世贸站 捷运向山站 正在动工的信义线东沿段 新增站广磁凤天宫站 就位在福德街上 预计2022年完工 增值 增值提升 而且路和街就是不一样 那也会让民众会有一种从南港区 晋升为信义区的这样的错觉 所以对于房价的加分上 大概会有可能是5%最高到一成的加分效果 李明想趁着捷运按期盼改名带动房价 福德街电梯新屋每平55到60万 老旧公寓每平45到50万 反观旁边的信义路六段 每平约70万元上下 房仲预估福德街若成功改名 房价渴望上涨一成 只是想要改名可不简单 之前发动过两次都无疾而终 想改名得通过所有权人 五分之一连数后 再到护证事务所审查 甚至得四分之三所有权人同意 光是这一关难度就很高 想靠改名镀金恐怕还要有更多共识 记者陈一轩 李一轩 王乃宇台北报道 价钱很重要 安全更重要 今年暑假到了 本来应该是出国的旺季 但是不管你多有钱 今年大家都觉得我们台湾最安全 国外大家哪里都不敢去 桃圆机场也知道 现在房价很闲 而且也希望帮大家能够解解闷 特别开放了国门 找来专业的导览员 民众可以用1000块钱 在桃机玩透透 还可以用三配券 购买免税商品 希望让大家过过累出国的感应 书架到了 好怀念可以搭飞机出国的日子 但现在想出国还是不可行 不过想要在国门走一周 有专员为你服务 看到外墙是以水墨化的方式 将玉山的姿态描绘出来 美女导览带你走遍桃圆机场 除了可以走遍后机室 如果想每每拍照 还有这里 这里不是休息室 也不是餐厅 而是投机厕所 超美装潢 让你简单一拍变完美 不只是内空间 还可以搭车到户外 管制区机坪 静置离看飞机 或是走上观景台追蟹羊 为了拉人潮投机开放国门 让民众体验未出国 现在为了要一解 大家没办法出国的那个苦闷 我们淘机公司跟机场的一个产业协会 共同设计了一套小旅行 逐家观光门只要1000元 就能旺便淘机 10个梯次每周四和每周六放行 每天限额400位 来机场还是可以体会一下 感觉有假装出国的感觉 这次的亮点之一 就是可以在机场购买免税品 而且还可以使用三倍券 除了香烟不能购买外 其他通通可以 只是税金由电扎吸收 购买货要等9到14天 再寄送到你手中 暑假是出国忘记 但是疫情影响 现在投机也开放国门 要让民众过过干颖 记者刘志产 林秀吉 后人报道 好 再来看遥控飞机 这个玩家已经有40年经验了 他在云林的湖尾西畔河滩地 大秀飞行技巧 不可思议 当遥控的喷射飞机 在30公尺的高空翻转的时候 突然发出像雷鸣一般的巨响 然后很可怕 整个飞机往下坠 马上就要坠机了 但是你看到他经验 老到及时拉回 最后竟然安稳地降落在跑道上 实在是太精彩了 在现场大家看的目不转睛 红隆隆巨响 遥控飞机玩家 在云林湖尾西畔河滩地 大秀飞行技巧 遥控喷射机 飞冲到30公尺高 突然发出有如雷声的巨响 伴随响雷声 机尾还带着一股长长白烟 高速往地面俯冲 一路往下掉 眼看就要落地坠机 40年经验的玩家机师 技术超强 及时拉回 战斗机安全降落跑道上 帅气甩尾挺好 突发意外 却变成精彩演出 让在场的人 都看得目不转睛 这一名自身玩家当天操作10万元的特技飞机 大秀飞行技巧 结果引擎熄火 失去的动力的飞机却能安全降落 博得满堂彩 其实那天我的运气也比较好 刚好在那个时间点熄火 高度够是不是 高度够 云林虎尾西畔飞行场 三个月前才开放 不少玩家都爱来这里练飞炫技 40年飞行老经验的玩家 保住了10万的机身 画面曝光不少人都说 值得竖起大拇指按个赞 记者廖文斌王毅超 卵志怡云林报道 好 我们再来看两岸关系紧张 有美国的军事专家 最近在复笔市杂志当中 发表了一篇文章 他认为解放军 如果要攻占台湾的话 首先要抢下澎湖群岛 这个文章当中同时说 解放军虽然有机会成功 但是在攻下澎湖的过程当中 我们台湾可以争取到 本岛防卫时间 而美国也可以趁势 调派两到三个航母战斗群 来协防台湾 不管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他认为解放军要攻下台湾 都很不容易 大陆解放军海军陆战队 全速抢滩上岸 精准命中登陆点目标 向岸潭发起冲击 大陆近年密集实施 集合侦察登陆突袭的 抢滩作战训练 不止外界普遍认为 就是针对台湾而来 大陆网上也疯传多张 解放军模拟攻台的作战演习照片 其中一张甚至可以清楚见到 台湾南部的地形图 而美国军事专家艾克斯 最近在复比士杂志 发表了一篇文章指出 解放军要从南部攻台 必须先拿下澎湖 而过程将会是场苦战 艾克斯表示台北防守严密 解放军很难隐匿出击 从南部进攻对大陆来说 危险性较低 但因为台湾在澎湖 设有雄风反舰飞弹 和天宫防空飞弹 解放军想要绕过澎湖 直攻台湾 恐怕成为飞弹攻击对象 想要从台湾南部登陆 就必须先拿下澎湖群岛 但想攻占澎湖并不容易 美国军事专家艾克斯坦言 解放军确实有能力 能够拿下澎湖 但在进攻澎湖的同时 台湾也能争取到时间 加强南海岸的防御 美国海军也可及时调派 两到三个航母战斗群 来台海协防 甚至连美军轰炸机 也可能已经在飞往台海的路上 美军军事专家强调 在任何入侵情况下 时间都不会站在大陆那一边 两个航母战斗群一过 这是一个嗅肌肉 但是更重要的在于什么呢 实际上是在预作 未来干预台海 一旦发生冲突的时候 美军在做一个预先准备 对于美军进来 在西太平洋动作频频 大陆军事专家清除点出背后意图 也让美陆双方的军事角力 再次牵动美中台 敏感神经 记者林崇浩唐泉 送好不倒 好 真是因为情势非常的敏感 所以我们台湾领导人 这个位置非常的重要 能不能把这个舵掌握得稳稳的 当然对于2024年的这一战 在蓝军的部分 很多人就想到了他侯友谊 最近你看到他的声量很高 不管从冷气 民声问题 到催声什么中角弯的冲浪地等等 对于民声的脉动 他掌握得很细腻 对于话语权的主导 他也做得很好 而这些都反映在他的民调上 目前看到最新的民调 他获得市民大力认同 那么他的整体施政满意度 高达89.4%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在交叉比对当中也发现 范侣民众也有高达85.1% 表示是信任侯友谊的 而这个数字看起来很漂亮 放眼政坛的蓝绿 各个明星角色 看起来侯友谊当人无愧的 可以说是最强人气王 大手一蓝蓝下院长坐车 新北市长侯友谊 不只是主动出击 也要掌握卦语权 你很感谢你 很感谢你 你很感谢你 你很老公 没有 你一句我一句 这一教授也让各界看到 蓝绿A卡过招 苏海到金山当家的侯友谊 主攻民众最有感的冷气政策 苏贞昌则是做求给女儿缩巧慧 先提冷气规划 而蔡总统两次到新北 推役后观光 却都没有和侯友谊同台 也被解读是在防侯 尤其根据最新民调 侯友谊整体施政满意度 高达了百分之八十九点四 那侯友谊现在身世遥遥领先 但是他知道会成为民进党的头号敌人 一定会遭受非常猛烈的攻击 被视为蓝营人气王侯友谊不止支持度 横甩其他布局新北的旅营要角 新北市民对侯友谊的整体信任度更高达了百分之八十七点四 交叉比对之下 泛蓝占了百分之九十二点九 连范率选民也有百分之八十五点一给他赞 民调高跟低都是一种鼓励也是一种鞭策 新北市住市是为四百零二万的市民来负责 不是为任何一个党任何一个派 依据都是为了市民好获得不分党派认同 侯友谊用自己的方式一步一步凭整机 好 也曾经是政治人物 不过今天登上了社会新闻版面 他是前卫生署长叶金川 那么今天跟老婆在花东来了一场小旅行 但是不小心出了车祸 货车从后方撞上 你看到没有 这个车撞成这样 撞击力道还真不小 还好两个人很幸运没有大爱 那么为什么会出车祸 根据当地民众描述 当时叶金川一直想左转 他开得比较慢 所以后面车就撞上了 那么他为什么想要左转呢 因为他被这一片海景所吸引 什么样的海美道 让叶金川出了车祸 来看我们的报道 画面中这名红衣男子表情痛苦 老婆在一旁帮忙穿着伞 欢欢走向住户人员 他就是前卫生署长叶金川 到花东三日游 意外走风横祸 车头保险杆直接脱落 再走到后方 车尾被撞到整个扭曲变形 上内凹陷 白色旧车惨壮 可见当时撞击力道之大 还好叶金川夫妻 就以后并无大碍 地上海流有散落下来的物品 跟车体碎片事件就发生在13号胜5台11线99k处 中间就是双黄线 叶金川想走地点左转后方一辆蓝色货车 没有刹车直接撞了上去 他那个车子可能是摆设的要看海边 骑很慢 后来车子就 后车就撞他的屁股这样 去目击者描述 叶金川当时就是为了看这片海 岸边不断传出海浪声 避海蓝天在太阳灰翼萨格外右眼 就是长滨这片大海 让叶金川想要驻足新省 没想到却因此发生车祸 好险夫妻两员都无大碍 记者潘振贤林寿宜台东报道